All those days Watching from the windows All those years Outside looking in 尤甫覺得這兩句很熟悉呢? 沒錯 今天要給大家帶來迪士尼於2010年上映的一部動畫電影 魔法奇緣 在看完這部電影以後我只覺得 我怎麼錯過了這部好電影那麼久啊 好啦,故事開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朵金色的花 她能治癒百病、扶貧創傷 最重要的是 只要對著她唱歌 她除了會閃閃發亮 還能讓你恢復輕生 幾個世紀以後 在不遠處的山水間崛起了一個王國 國王和懷孕的王后就住在城堡裡 很快就到了王后分眠的日子 可是這時的她卻病得很重很重 性命危在旦夕 於是國王派了士兵去尋找那朵傳說中的金花 說起這朵金花 其實在很久以前就被一個名為 格特爾的老父發現了 自私的她獨佔了金花 並用甲草把金花藏了起來 只為了能使自己永保青春 士兵尋找金花的時候 格特爾倉皇的逃走 沒被遮蓋的金花 一下子就被士兵尋獲並帶回皇宮 王后喝下金花泡成的水後 並被徹底的治癒了 不久會也生下了長著一頭金髮的可愛小公主 勒佩 為了慶祝公主的降生 國王和王后放飛了一盞天燈 正當一切都很完美的時候 格特爾趁夜闖入了皇宮 她對著小勒佩唱歌 小勒佩的金髮就像金花一樣發著光 格特爾剪下了一小撮金髮 金髮居然失效變成了棕色 為了自己的青春容顏 格特爾抱著了勒佩就這麼消失了 她把勒佩藏到一個沒有人找到的地方 並把她視如己觸地撫養著 為了不再失去金花的能力 格特爾決定永遠把勒佩留在一座高塔 並告訴她外面的世界是多麼的危險 並有很多人都想偷她的頭髮 而自己把勒佩留在高塔 為的是要保護她的安全 一年又一年過去了 比方到了勒佩的生日 國王和王后都會放飛上千盞天燈 希望有一天 失蹤的勒佩可以回到他們身邊 小勒佩從高塔的窗外望去 對放著天燈的世界充滿憧憬 就這樣勒佩就要18歲了 整整18年她沒有離開過高塔 每一天都過著日復一日的生活 讀書、畫壁畫、煮飯等等 她學會了很多東西 卻永遠待在老地方 每天幻想著高塔外的世界 明天就是勒佩的18歲生日 她知道遠處約會放飛漂亮的天燈 她決定今天去問媽媽 能不能讓她看看外面的世界 格特當然是不允許喔 她再度洗腦並告訴勒佩 外面充滿著流氓、惡棍以及獠牙怪胎 勒佩沒有她的保護 是無法一個人生存下來的 說到底她就是不讓勒佩離開 畫面一轉 終於到了男主萊特登場的時候 萊特是一個小偷 她和兩個壞蛋大塊以及二塊合作 到皇宮裡偷取價值連城的公主王冠 被士兵發身後幾人開始了一番追逐 萊特在追逐的過程中甩掉了大塊和二塊 打算奴吞王冠 機智地甩掉了士兵首領 她騎上了首領就做起小白準備逃走 隨著小白是一隻比人還有智慧的馬 於是一人一馬搶奪著公主的皇冠 隨後雙雙墜下山坡 萊特為了躲避小白逃進了山洞 原來山洞旁就是勒佩所在的高塔 萊特爬上高塔 才剛進去就被勒佩拿著瓶頂鍋敲暈 勒佩仔細查看這個男人的臉 並沒有像媽媽所指的青面獠牙 她把萊特藏進了衣櫃 隨手把萊特帶來的王冠藏了起來 隨後格特爬也到了高塔 勒佩也想用昏迷的萊特證明給格特爬看他也能保護自己 但只要提到外出格特爬就大發脾氣 於是勒佩改變了主意 要求想要白貝殼做的顏料當作生日禮物 取得顏料格特爬需要花費三天的時間 但對比起允許勒佩外出 格特爬選擇了去買顏料 準備好行當後格特爬就外出了 格特爬走後勒佩弄醒了萊特 在得知萊特並非對自己的頭髮有企圖後 勒佩決定以皇冠作為條件 要求萊特帶自己去看天燈 看完天燈把自己安全送回來後 才會把天燈歸還給他 追蹤萊特答應了交易 勒佩猶豫了一下終於離開了高塔 踏上綠色的草地 在山林間奔跑跳舞 這都是自己不曾做過的事情 他徘徊在興奮與恐懼的矛盾之間 興奮的是 自己終於可以見識這個世界 恐懼的是 害怕媽媽回來後會被欺負 此時的格特爾在路上碰見了小白 想起王家士兵的馬在附近 他擔心勒佩的行蹤會被發現 於是則返回高塔 勒佩果然不在了 格特爾找到了勒佩藏起來的皇冠 他知道有人帶走了勒佩 畫面一轉 萊特帶著勒佩來到了醜小鴨餐館 餐館中就集中這些流氓厄棍 顯然萊特是故意的 但流氓看到了萊特的通緝令 於是抓起了萊特準備換取賞金 勒佩要求有厄棍們放過萊特 讓他幫自己實現看天燈的夢想 這讓鐵手厄棍想起了勒佩和自己一樣 有未完成的夢想 在這裡他們開始了一段歌舞 厄棍們都紛紛受到了感染 原來這些看似出爐的人都有著溫柔的一面 這時警衛找到了這裡 但流氓們已決定放過勒佩以及萊特 於是偷偷打開了地道讓兩人離開 小白不是省油的燈 他嗅到了萊特已從地道逃走 一旁的格特在窗外看到了一切 逃跑的過程中勒佩和萊特逃進了另一個地洞 出口被掉落的石頭封住 裡面一片漆黑 根本找不到另一個出口 水不斷的灌進來 勒佩潰住自己害了萊特 緊急時刻他想起了讓頭髮發光替自己找出口 最終兩人成功逃了出來 畫面一轉 格特遇見了大塊二塊 聰明的他用技騙了大塊二塊和自己合作 此時的勒佩的萊特在樹林中 勒佩用自己的頭髮治癒了萊特手上的傷口 他還告訴了萊特自己的頭髮一旦被剪了 就會永久失去魔力 兩人的感情已逐漸加深 格特趁著萊特離開的時候出現想要帶走勒佩 勒佩因為萊特而不想走 格特把王冠給了勒佩讓他交給萊特 他認為萊特拿了王冠肯定會拋向勒佩離開 但勒佩沒有馬上把王冠交給萊特 隔天一早小白找到了兩人 勒佩憑著自己言語的感染力馴服了小白 小白答應勒佩不在今天逮捕萊特 兩人終於來到了城裡 勒佩的頭髮實在太長了 萊特讓女孩們替勒佩綁了漂亮的鞭子 勒佩看著壁畫上國王王后以及公主的畫像 心裡也有這絲俗戲感 音樂響起 她的快樂感染了市民們 做人隨勒佩開心地在廣場上一起跳舞 傍晚 萊特找到了小船 她早上帶勒佩到河上看天燈 臨行前善良的她給了小白一袋蘋果 未被士兵感激過的小白很是滿足 入夜了 勒佩有些害怕 自己期待了那麼多年 萬一現實和自己想像中完全不一樣怎麼辦 萊特溫暖的安慰了她 此時國王和王后在宮裡放飛了地盞天燈 這18年來他們沒有放棄過尋找勒佩 成千少萬之天燈在天空上形成了一道美麗的風景 萊特給勒佩準備了天燈 勒佩終於把王冠交給了萊特 但此刻的萊特最想要的已經不是那公主王冠了 因為她愛上了勒佩 兩人要接吻的時候 萊特發現了岸邊的大塊二塊 萊特知道是時候要做個了斷了 她讓勒佩在一旁等著 自己把王冠拿去歸還給大塊二塊 但其實萊特中了格特爾的劫 因為格特爾告訴了大塊二塊勒佩頭髮的秘密 於是大塊二塊打暈了萊特 把她綁在一艘開走的船上 並對勒佩謊稱萊特背叛了她 正當大塊二塊打算把勒佩抓走的時候 格特爾出爾反而地打暈了大塊二塊 拯救了勒佩 勒佩望著開走的船 性如刀腳 跟著格特爾回到了高塔 而萊特的船按格特爾的計劃開往了王宮 她被抓走隔天就要被處於絞星 回到高塔的勒佩悶悶不樂 她看著天花板自己成畫的壁畫 發現自己一直有意無意地畫出了國旗的圖案 因而回想起小時候的一段記憶 發現城裡公主的畫像就是自己 她和格特爾撕破了臉 格特爾露出真面目把她抓了起來 畫面回到萊特 她在被要往絞星台的途中得知一切都是格特爾的陰謀 酒吧裡的惡棍把獄中的萊特救了出來 原來是小白通知的惡棍們來救她 於是萊特升起白馬地前往營救公主的路途 她終於到了高塔 上去後卻被躲在一旁的格特爾用刀赤傷 格特爾決定把勒佩帶走 任由萊特施救而死 勒佩請求格特爾 如果她讓自己救活萊特 自己會跟她走 並且永遠不會逃走 永遠地留在她的身邊 最終格特爾打印了 不料萊特居然趁其不被割下了勒佩的頭髮 她寧願死 也不想勒佩永遠受到囚禁 被割下的金髮頓時失去了魔力變成棕色 老太必先的格特爾大受打擊 她失足掉下高塔 並化為一縷黑煙 而此時魔力失效的勒佩 無論怎麼施法也救不了萊特 萊特還是死在了勒佩的懷裡 勒佩的眼淚居然救活了萊特 結尾 勒佩和父母相認 舉國上下歡慶失蹤公主的回歸 在這裡每個人的夢想都實現了 萊特向勒佩求婚 兩人從此過上了幸福快樂的生活 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點讚分享讓更多人看到喔 點擊訂閱旁的鈴鐺 以獲取我第一時間的更新 我是魔女佳兒 我們下期見